Hello 大家好,我是熊仔 Lio 今次回到港口這邊 因為近期受到部份房產的動盪 使用很多干需或甚至投資的客戶群體 都在持續關注當中 今次跟大家介紹這個項目是中海世紀匯 它的優勢是甚麼呢? 是延樓,交了錢後即時就可以入住 而且周邊的配套分別有 保理國際廣場、曼文匯、跨境巴士 回到香港全部的周邊配套已經兌現了 我現在身處的位置就是中海世紀匯入面的原林位置 大家可以見到這裏的陸法輪是做得比較好 而且路面上亦是比較乾淨 大家可以見到它們的一個入住輪是已經有的 不過入住輪不高,但是亦已經有入住了 旁邊這邊就是它住宅的區域 在一百一九年時買的價錢是一萬八到一萬九 的價錢是比較貴的 現在沒有的,已經清貨了 包括後面的永遲也好 亦都是我們小區入面的熱主才可以用得到 已經開始營熱了 入面的話亦都有一些 以童呀 六月份、九月份的時候會在那裏遊泳 OK,我們都事必宜遲到實景單位 看看它們的戶籍格局是怎樣的 我現在身處的位置就是二座的一個實體陋層 我們首先來看看年輕人最喜歡最疑七租的一個戶籍 這個會員如果你是用投資收租也都是首推薦的 就是身後三十平方的一個一房一廳一位的會員設計 小一點五米高複色的一個設計 入門之前大家留意一下 這個是非常細身的一個設計 一個懸掛的掛鉤 其他項目是沒有的 現在外面正在錄雨,我們的傘就可以放在這裏 萬一日後買菜 太重的時候也都可以放在那裏 然後再開鎖 這個實木門和智能的密碼鎖是交付標準的 但是大家千萬不要被表面所蒙騙 因為它是沒有指紋的 只有密碼、卡或者鎖匙的一個智能門鎖 入門後就是我們開放式的一個鎖房 這個為何著重去說呢 有一個看起來很實用、實質性、很不實用的一排櫃 為甚麼呢 因為在這個位置打開 就是他們這個油煙機的一個機位 然後大熱的空間 再打開就是我們這個總開關的一個空間 你如果放在那些碗、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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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日後就會比較麻煩 所以碗一般放在下面一層 上面一層 要不就不放東西 你只可以放一些袋裝的一個乾貨、碟、碟、碟 大三個看起來也是非常實用的 但是也不是很實用 為甚麼呢 因為裡面這裡是做了一個乾煎的一個窒口 在這個位置 日後你要打開、搬東西 你就不能再放水 有間什麼水、酒放在裡面是不可以的 最好的話也是放一些光貨的麥瓶在裡面 入下面一層也可以放一些酒、醬料是可以的 所以看起來是很實用的 實質性不是很實用的 而且也有一個非常實用的一個設計 就是他們這個方泰的抽油煙機 這裡有一個檔位的 這裡一檔就是著燈 二檔就是風扇家著燈 大三檔的話就是超強風、關燈 這個也是比較細節的一個設計 包括下面這個方泰的熱消毒碗櫃 也是我們的交付標準 下面這裡也有一個空間位 給大家放一些醬料 是比較好的 而這裡還有一個 這些的話就是裝回他們的碗、筷子 的一個功能扎 在這個位置 這個是比較好的 其他複式產品來說做不到 包括他們後面這個 也是偷了一個陶瓷板 這個就是洗起來的時候 會比較乾淨一點的 洗手盆就好像小了一點 小了一點 如果再大一點的情況下 就爽脾會好一點 後面這個就是他們的下水槽 是放不到的 所以看起來很實用 實質性不是很實用的一個櫃 對面的話就是乾濕分離的洗手間 還有這個鏡面也是我們的交付標準 裡面的話是包含了這個鏡櫃 眼櫃是給熱主朋友的 裡面的話你可以擺放一些紙巾、沐浴爐 全部都是OK的 所以他們的設計的細節是做得非常之好 現在再次採用一個懸空式的設計 打掃衛生起身就會比較方便 現在他們這裡的沖水道有兩個設計 一個是大的一個小的 對應是大便小便的一個設計 可以的 這個企業的空間來說是足夠的 但是因為填高了這個塵箱 所以這個頂部就可以摸得到 摸得到一點 所以手尾高一點的一個租客也好 軟轉也好 手尾可能會有少許壓迫簡 進來之後這個空間 它是預留了洗衣機的位置 到時候可以放一些上面高一點的 抱歉 不好意思 是雪櫃 雪櫃的一個位置 進來之後就是我們動靜分軌 光濕分離中空的設計 這個就是客廳 客廳在這個空間來說 包括到前面的一個樓梯口 這個闊度來說是可以接受到 但是有少許近 少許近 但是因為現在很多人都是用電腦 所以電視機是少有的 不過這個中空是非常之舒服的 4.5米高的中空是一個很舒服的設計 以及這裡都是做到一個創意帆桌 巴桌的形式 一、兩個人在這裡住 吃飯是OK的 這個櫃大家看到 打開之後 這個就做了我們的鞋櫃 也是一個交付標準 裡面可以放到皮、鞋 這些全部都已經做好 好小 拆下來之後 這裡也是整個壺形裡面 我最不喜歡的一個點 就是它的露台太小了 而且因為這裡長體是不能預訂的 如果你想用手後大一點的洗衣機來說 你要抬高這個軸道 然後再買一個大一點的洗衣機才可以 如果你想要買一個超級小的洗衣機才可以滿足到 包括他們這些熱水系 亦都是我們一個交付標準 這個方位是朝向北向 對面的話 就是我們的一載和一個保利國際廣場的設計 綠化做得非常之好 現在熱水系 大家都看到 是已經有的 熱水系 現在來說雖然不高 但是這個壺形 如果你在七租上面來說 可以租到1500元左右有油 上回二樓 這個樓梯也是我們的交付標準 現在 大家看到他們是造了一個小燈 你晚上下來 去洗手間就不怕太太 這個交付標在同樣複色的產品來說 算是一個非常之高的交付標狀態 上面你放一個米八大床 都完全沒問題的 以隔一個床頭櫃 樓底亦都去到兩米高的一個樓底 我們這個身高不會有壓迫感 但是如果你手臂高一點 都是會有壓迫感的 包括這個空調友 有送兩個空調給到魚主朋友 值得提到就是他們這個空間 裡面到時候可以放一排的衣櫃 但是用的時候要小心 因為他們這裡有個承柱場 手臂用起來就不是很舒服的 但是這個壺形來說 在這邊亦都是比較受年輕人的一個青黎 七租基本上都是租給年輕人 一到兩個人的一個人群 租金就達到1500元左右 如果你是喜歡這個壺形的話 其實亦都可以選擇中高樓層的一個單位 我身後這個就是40平方的兩房尺寸 它有兩個設計 而身後這個它是舒適度最高 退休來說也是推薦的壺形 其他全部都是一樣的 它這邊最大的區別就是他們進來之後 這個中空的一個位置 這個中空位置同樣是4M5 是用起來非常之舒服的 而且我們這裡就放了兩個人的一個帆桌 其實你如果在手尾 實用性高的情況之下 你做回一個四人桌都完全沒問題的 這邊就需要注意的話 就是這個走廊位下面這個位置 因為他們這個空間是做了一個懸櫃位 美中不足 因為人家想開這個懸櫃位 沒有那麼容易開的 需要在下面蹲下才能開得到 到時候你交樓之後 建議一些主朋友做一個彈黃色 一按下去彈出來的設計會比較好一點 這裡亦都是一個交付必準 進來之後他們這個客廳位 亦都是非常之富六的 這個剛剛有了我們住宅 融開的客廳的一個距離 所以是比較舒服的 而且你坐在這裡 就算上面這裡是一間房的情況之下 都是沒有任何的壓迫櫃 而且這個空調亦都是我們的交付標準 測到來就是我們這邊 這個峰位是潮難的 潮難的峰位是望回永池和圓林景宮 同樣可以見到那邊的山座 亦都是有人日住了 同樣這個熱水系 亦都是我們的一個交付標準 在這裡玻璃同樣是採用中空三層革音玻璃 我們上去看一看二樓的房間設計 到時候他們這個樓梯位亦都是我們的交標 它跟其他複色的產品交標是不同的 這裡就稍微會高檔一點 這裡還有一間客房 書房或者一個BB房 或者一個衣櫃位其實都可以的 後面也是值得提到 就是擎柱位置是不變的 入面你想放回衣櫃的情況下 就要小心一點 對面這個空間來說 就看起來 因為他們這間房間沒有做到 那個全密封的玻璃 所以採光度是OK的 這邊就是轉入房 轉入房的空間 一米八大床是沒問題的 亦都有少少缺限 衣櫃位置放在地方就不太好看 你衣櫃就放在這個位置 這個採光度就稍微有少少遮擋住 同樣這個位置是有窗戶的 這個房間是送了三個空調的 亦都是住起來舒適度比較高的一個戶型 隔離的四十平方是用了三房的設計 我們現在過去看看 身後這個就是四十平方三房的壺形設計 它跟我們先的壺形有不同 這個壺形就比較是一個歸階的 四十平方做三房 你一家三口其實是不能夠的 大家看到他們的設計和我們中空的設計 是完全不同 上面兩間房 中空位就是做了一個過渡的位置 然後這個中空只有這麼小的地方 看起來就稍微會壓迫很多 它一樓亦都多了一間房 這就是我們一樓的房間設計 亦都可以作為一個長輩房 因為日後七到來這個位置就是他們拿衣服的一個位置 所以這間只可以作為一個開放式的房 這裏的朝向都是一樣的望返元能的一個景觀 因為它同樣是四十平方 它的設計就是不同 至於還有一個位置就是他們這個樓梯位 樓梯位之後他們入邊 入邊的話亦都有一個植物的空間的位置 它與四十平方兩房Y字形的不同 因為他們這裏就少了一個鞋櫃的位置 所以你如果不要這個植物間的情況之下 可以換成一個鞋櫃的空間 那我們上回二樓的一個設計 二樓這些樓梯位同樣是他們的膠标 上來之後它最大的區別就是他們這個過渡位置 做了一排的衣櫃的位置 入邊的話就是大二間房 這間房亦都是客房的一個設計 床的話就可以放在這個方位 然後這個位置亦都可以作為少少的一個衣櫃 或者隔離這個位置亦都可以作為一個衣櫃 看回每個人的設計都不同 然後他們這個空間就可以放在嬰兒的一些玩具 或者做一些植物空間都可以的 因為他們的空間長是夠長的 但是拿東西的時候同樣是要小心一點 而且他們這間房間是做一個全麥風的設計 採溫度就沒那麼好 隔離這個就是轉入房 轉入房的空間亦都是有窗的 包括床頭櫃 到時候亦都可以放一個咪高 五床 床頭櫃一個兩個是放不到的 然後對面就可以放一些電視機 同樣這間房就送了四部空調 因為它三間房加上一個客廳 就是四部空調 還有一個不好的項目 就是它只有一個洗手間 即是你住在上面也好 都是要到樓下去融化這個洗手間的空間 在完成的項目中 中海央企的品牌真是給我一個讚 因為無論質量也好 以近小區的環境也好 比起我的一個感覺是非常之舒服的 還有質量來說亦都是頂呱呱 首先在投資方面來說 就是三十平方那個 具備投資收租的一個後人群 如果你是減退休度假 我就會推薦40平方Y字形的兩房單位 那個客廳也好 中空廳也好 非常之舒服 廣東人都知道了 是比較好面子的 接待客人的地方一定要夠大 至於後面的40平方的三房 就算你是退休度假也好 投資也好 我也不建議 為何呢 因為空間壓壓太壓迫 在香港工作辛苦苦這麼多年 回來是享受的 不是給自己一個更加困難的一個環境 更加窄的一個環境 讓自己去顧住 沒什麼必要 如果你是想要大會型三房 我建議考慮其他戶型 沒問題 這也是這邊的一個優勢和缺點的分析 現在它每一個戶型都好 它的露台位都是小的 日後的話 如果你想用大一點 你要填高露台的位置 做一個特特米 這樣的話 實用性會比較高一點 近期亦都有不少內地的負面消息 出到來 包括碧桂園也好 遠人也好 遠人雖然說它還了 但亦都存在一定的一個問題 碧桂園亦都是因為它自身的一個問題 導致資金不足 所以導致了很多的觀眾朋友 都目前處於一個考察的階段 考察的階段 看回整個市場的變化 那麼近期為何跟大家介紹中海 因為中海無論是它的項目的設計也好 和周邊配套都好 全部都是肉眼去見得到的 交了錢即時就可以收樓了 比如你想去到山洞的實體樓 我們這邊亦都可以去到山洞的實體樓 拍攝一些實景的交標給觀眾朋友看 以及周邊的配套 包括商場遊號、孟夢匯 汽車的跨境巴士 全部都已經通過了 這些全部都是已經現成的 不用再等它們的一個兌現期 這個是非常之好的一個 周邊配套的完成 亦都使這個小區的業主 得到一個很好的便利 如果你想了解這個項目 我們有車免費到你的家樓下 專車來到這邊接送去看 共央大大去節約看樓的時間 樓沒有十全十美 但相信一定有最適合你的樓盤 我是熊仔牛 持續維尼大樓中山最新的樓盤資訊